我敢说这个石头把它扔在马路边 或者是把它放在那些石头堆里面 可能有很多人都不认识的 包括我在内也是发现不了 你看这个皮很普通 但是它有非常经典的一面 就是这边 来各位刚才一倒下去没石的一瞬间 哇塞 你看里面是红柚的 这个石头它这个外表的话 虽然说长得普通了一点 但是据我观察 它里面还是实实在在的红色的柚枝啊 我们从这个切口可以看出 你看它外边是有一层皮 然后进来还有一层黄黄的柚 看到没有 整个边缘要过来它都是有的 所以说它这个柚是裹在里面了 就不容易发现啊 因为旁边这一层皮的话 它长得比较普通 它跟普通的石头那些石皮很像 所以很多人就看不出来的 但是仔细看的话你看 这个皮上面也发现有一点点红色的感觉啊 很淡 我们打个灯看一下 这个又打灯它也是红色 然后这个皮打灯你看 它是黄色的 因为从这个切口可以看出来你看 打灯只是打到它外表这一层皮 所以它就呈现了这个黄色的光芒 所以说这个石头如果不开窗的话 很多人也是拿不定它的主意的 因为外表的话 你看打灯透光也不算太大啊 而且这个颜色也是黄色 所以能显到切开里面竟然是红色 真的是太意外了 所以说石头有时候真的 再怎么了解也不能完完全全的把它了解得透啊 有些石头真的不切开 啊 根本看不出来的 为什么有些网友说 哎 小哥整天切那些没有用的石头 也不是说它有没有用啊 就看你的硬气怎么样了 有时候硬气好的时候啊 外表确实一般般切开里面的话 就很精美 如果您也喜欢石头 请关注小哥啊 每天以您交流石头相关的知识啊 感谢您收看小哥的视频了